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本章第三个税 那就是印花税 也是我们整个实体法18个税种当中的最后这么一个税 那所谓最后一个税 其实呢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作用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应用非常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在主体税里面所涉及到最广泛的一个税种应该是增值税 其实在非主体税里涉及到最广泛的就是这个印花税了 因为作为纳税人啊 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 包括呢 它的这种动产的销售啊 租赁啊 包括它的不动产的销售租赁 是吧 包括呢 我们的各种无形资产 以及涉及到这个服务 它都有可能跟印花税相关 所以它无论是生产经营活动 以及呢 我们日常生活都经常是离不开印花税的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税法考试中 印花税也是在非主体的小税种里面 在历年考试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那以往我们除了选择题以外 是吧 咱们曾经印花税呢 还出现在综合题里面 特别是企业所得税 那就是纳税人 他自己有什么什么样的业务 没有交印花税 那你算一算他应该交多少印花税 同时呢 在企业所得税里 他作为税金级附加项目 是可以呢 所得税前扣除的 那我们印花税在去年考试当中呢 是一个特例啊 那因为去年啊 咱们印花税呢 是实施了这个新的税法 但是去年的教材呢 并没有改变啊 因为它不是1月1号开始实施的 它是7月1号 所以这样的去年的教材 还是原印花税条例呢 所以考试当中呢 他这个考的比较少 那我们今年呢 比较特殊 因为印花税法 那就是整个教材里面 是吧 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税了 因此咱们今年考试 对印花税啊 还是要格外注意的 不过呢 它主要还是以选择题的考点来命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印花税 那之所以说它比较特殊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经济活动 经济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特殊的行为 什么行为呢 有疏力 这就是提报我们说签订 是吧 还有领受 其实还有一个行为 那就是叫使用 是吧 那虽然你的疏力不是在中国境内 但是你使用在中国境内 那这样你有了相应的行为 那我们说针对这样的行为 作为征税对象 征收的一种税 这个称之为印花税 那你说行为怎么就跟印花有关了呢 因为它采用在你行为发生的 那个应税凭证上来贴印花税税票 用这种方式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原来的邮票似的 一枚一枚的上面呢 它是有税款的金额的 那这样呢 有这个印花税票贴在你相应的 叫印税凭证上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税称之为是印花税 那由于这个税呢 它是特别典型的行为税 所以在应税行为发生的时候 它是需要交的 那这个应税行为 那就是涉及到你有疏力 有使用印花税 应税凭证 这种行为 所以应税凭证 那我们在后面会做相应的介绍 当然在印花税这个税法实施之前 我们是有印花税的这个条例的 那去年印花税就7月1号是吧 正式了实施了这个就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 那当然它跟原来的条例相比呢 那是有一些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好 那相比于我们现在在非主体税当中 14个非主体税已经有10个是吧 是正式立法了 那么相比于其他那9个而言呢 印花税它原来的条例和现在的立法呢 还是变化相比较大 那么其他那9个 基本上就是原来的条例平移过来的 所以在我们后面学习印花税法的时候 那有一些已经没有了的 已经变化了的 如果说你看以前年度考题 如果遇到的话 那你知道它是有个变化 好的 那在印花税 我们今年的学习当中呢 还是以咱们教材为主啊 因为有一些是原来的提法 现在呢没有这种提法了 我们教材里没有 我想在考试中呢 它应该是在这方面就在回避的 不再出原来的 只是以今年的教材作为命题的思路 好 这样我们就把印花税的内容 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 首先那就是印花税的第一个知识点 纳税人税务和税率是重要的考点 那印花税谁来交 其实在刚才我们说它基本概念的时候提到了 那就是在我国境内 是吧 疏离这个应税凭证 以及这个进行证券交易 是吧 疏离应税凭证 进行证券交易 这样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构成这个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 当然除了疏离以外 我们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 它的应税行为 其实叫什么行为 就是使用 咱们本身疏离是在境内疏离 当然就在境内使用 那如果说它是在境外进行的疏离 境外疏离的 可是它拿到境内使用了 这一样也是印花税的应税凭证的话 那一样也会构成印花税的叫做应税行为 所以这种情况下也要依法缴纳印花税的 好 这样呢我们要清楚啊 是境外疏离的 境内使用也要交印花税 如果境内疏离的境内使用 更得交印花税 好 在这个纳税人中 我们有一些需要给大家做特别的解释和具体的介绍的 所以呢我在这就把这个印花税 纳税人的一些具体的内涵要求来做个解释 首先这个纳税人疏离应税行为 是吧 它一定是指对应税行为呢 叫做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 直接权利义务关系 那就是说对这样的应税的凭证 是吧 它是有直接的法律责任的 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 那它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法律责任的 那如果说是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应税凭证上 应税凭证是建缓合同 是吧 那上面涉及到这个建缓合同 你要有担保人啊 那这个担保人证人鉴定员 他们可能在应税凭证上是能够看得见的 但是由于他不是直接权利义务人 他是间接权利义务人 所以呢 在应税凭证上了 他也不是应换税的纳税义务人 另外在应换税的这个纳税义务人证 我们特别要强调 那就是由于这个应税凭证 那他有可能是叫做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 他是共同的树立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假企业是吧 假企业是卖方 宜企业是买方是吧 那么他们签的呢 那就是叫做货物的叫买卖合同 是吧 买卖合同 那这签完了之后 我们说这个合同呢 他是假定说就一事两份还不算多啊 这是买卖合同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他是假和乙分别都拥有这合同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假和乙各自都是应税合同的纳税人 因此就是当事人各方都是应换税的纳税人 那不能说在这个合同上假定说我们的金额啊是八百万是吧 那不能说呢 我们把这八百万除二 假和乙分别按四百万作为积税依据 那是不行的啊 我们这个合同是吧 他是以动产做标的物 这个动产呢 他的交易金额是八百 那各自都得按八百 作为纳税的这个积税依据 各自假以他们都是应换税的纳税人 各自的这个应换税的应税凭证啊 这个买卖合同都是要交应换税的啊 所以这个是跟前面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 一共还前面学了17个税了都不一样啊 前面17个税不管是有哪一方啊 他都是单方来交税 但是呢应换税呢 他就涉及到用双方或者多方同时交税 而且不能够平摊税款情况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在纳税人当中啊 现在还提到了 那就是采用委托贷款方式树立的借款合同的纳税人 注意借款合同本身呢 咱们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定义的 他应该是借款人和金融机构之间啊 这叫借款合同 那我现在呢 呃如果是金融机构是吧 他自己啊有这种要贷出去的资金给借款人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其他的单位或者个人他有闲置资金了 他想给借款人这直接的借贷啊 咱们签的不叫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一定是这个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签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个叫做委托人是吧 委托人他是手里面有钱的 那现在他是委托金融机构是吧 那金融机构呢就是我们说的受托人是吧 这个比如说啊金融机构是银行是吧 这样呢 委托金融机构把钱呢给叫借款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由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签的 这个才叫做什么呀 借款合同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借款合同的纳税人是谁呢 那就是受托方和借款人 而我们的委托方他并没有和借款人签借款合同 所以委托方他不是借款合同的纳税义务人 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明确 好勾插都画的非常直观了啊 接下来还有提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当买卖合同啊 或者产权转移数据是吧 这样的作为税务 那我们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委托这个拍卖行是吧 帮我们把产权人手里面的动产啊 或者不动产给他拍卖出去 卖给这个买售人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那这个产权人是吧 产权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啊 叫委托方是吧 他呢 委托的是中间人是吧 委托的中间人呢 实际上这就是咱们说的叫拍卖人啊 这拍卖人 拍卖公司是吧 那我们说他实际上呢就是就是接受委托的 是吧 受投放相当于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拍卖人把这个通过专业的拍卖方式 把这个拍卖的标的物卖给了叫做买售人 那这时候你说咱们要交印花税的到底是谁是纳税人啊 所以你就看拍卖的是动产 哎 我们是签买卖合同的是吧 拍卖的是不动产的啊 或者说呢 是股权的 那签产权转移数据 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拍卖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中间的代理 是吧 他又没有这个买售 他呢又不是产权人 所以这时候 二者 作为纳税人的话 是谁呀 是这个产权人就我们说的委托方 以及呢 这个叫买售人 他们是叫印花税的纳税人 而作为中间方的这个拍卖公司拍卖行 他这个受托方他就不是纳税人了 所以跟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的不一样 在借款合同里面的这个委托方 他不是印花税的纳税人啊 而我们在这个拍卖当中的是吧 这个产权人啊 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委托方 委托拍卖公司来进行拍卖的 他是纳税义务人 好 那这样的作为选择题 都是容易有命题的啊 所以咱们在这要清楚的 就是基本规则 同时呢 要在这种形式上注意一下 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图示啊 那就更便于我们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 纳税人中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这个证券交易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啊 就是财产的转让 是吧 这个是什么财产呢 就是我们的金融资产这种财产 所以这样的证券交易印花税 我们在原来的印花税条例里面啊 它不是单独的税务 它在产权转移数据中 而我们现在的印花税法 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税务了 但是呢 无论是原来还是现在 这个规则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证券交易当中的买方卖方 按说都应该是纳税人 但是咱们现在呢 不是两边为纳税人 只是单边征收 那单边是买方还是卖方呢 我们规定是出让方 出让方说白了 我们用卖方嘛 是吧 出让方啊 就是证券股票 它的卖出这一方 那对买方呢 买方就不争了 好的 那关于印花税的这个纳税人啊 我们在这给大家做了介绍了 不过呢 刚才提到纳税人的时候 还特别说到 那就是境内你树立应税凭证 那是咱们印花税的纳税人 如果是在境外树立的 可是它是在境内使用的呢 照样也应该啊 对这种应税凭证 是吧 交我们的印花税 构成了咱们的应税行为 那这里就提到了一个 什么是属于 境外树立在境内使用 所以境内境外 这种界限的划分 其实在我们前面啊 学其他的十七个税的时候 遇到的比较多的 应该是有两个税 一个是增值税 是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企业所得税 这两个税里面啊 分别提到了增值税 叫境内应税行为是什么意思 企业所得税 什么是境内所得 这样呢 关于境外树立 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 所以我们税法的 在应花税里 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什么就叫在境内使用 咱们要看标的物 它的位置 当然这样的应税行为 在境内使用 我们想呢 就可以和前面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 提到的过的内容呢 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样的问题 也是出选择题的考点 我们给大家呢 就列了一个表 比如说我们的应税凭证 是吧 它是在境外树立的 然后在境内来使用的 那这个应税凭证上 所涉及到的那个标的是什么 那我这列出来了 可以是不动产 可以是股权 可以是动产 可以是这个无形资产 是吧 也可以是服务 这不是跟增值税 所涉及到的 叫做应税销售行为 就一样了 是吧 货物服务 劳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但是增值税里面 没有说股权的事 因此这个股权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是吧 增值税 它是没有的 没有的 但是企业所的税是有的 所以在我们现在学的 印花税里 这些标的 它的应税凭证 什么就叫做在境内使用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说到的是不动产为标的 那这个不动产房子地 它本身在中国境内 所以你不管在什么地方 疏离的应税凭证 那都是拿来境内使用 这是要在我国交印花税的 那么这一点呢 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我在这加了一个 它关联的这两个主税 好 那我们再说 如果是股权转移数据 那这跟增值税没有关系 是吧 那在这个境外梳理的 在境内使用 需不需要交我们的印花税 那就看你的股权 是不是中国的居民企业 是 那就是要交我们印花税的 好 那我们对比一下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说的是 被投资方在中国境内 实际上跟印花税所说的 股权为中国居民企业 是一个意思 是吧 那你要是股权转让当中 那个股权是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 你要进行转让 那不就相当于被投资方 是在中国境内 所以这点呢 跟增值税没有关系 跟企业所得税是一致的 另外 如果标的物是动产 是吧 动产比如买卖 货物买卖 以及呢 下面所提到的商标权 著作权 专利权等等 这些类似于无形资产的 那我们说 它是在境外疏立的 那在境内使用 也要交我们一块税 什么叫境内使用呢 那这样的就是 你的动产 买方或者卖方 有一方在境内 或者说这些无形资产 也是买方或者卖方 有一方在中国境内 那这点呢 其实跟增值税 也是基本一致的 你想啊 增值税 如果说我们卖方在中国境内 这就是相当于 咱们中国出口的货物 那应该在我们国内交增值税 如果要是买方在中国境内 那我们进口的货物 那么进口环节 它也要交增值税 所以买方或者卖方 只要有一方在境内 那这样虽然在境外疏立的 它拿到境内来使用 照样也是要交我们一块税的 但是如果涉及到了 刚才说的这些无形资产 那它一定是境内境外 有一方在中国境内 现在的排除就出来了 不包括境外单位或个人 像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 叫完全在境外使用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这些无形资产 这点在我们增值税里 是完全见得到的 一模一样的说法 而且在企业所得税当中 我们涉及到动产 它是做这样的规定的 什么叫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就是转让的动产的企业 只要在中国境内 相当于是销售房 在中国境内 那这个时候是企业所得税的 叫所得来源地 好的 那我们提到了 如果应税凭证的标的 要是服务呢 那还是跟我们增值税的提法挺相像的 那就是提供方 我们叫做卖方吧 接受方 我们叫做买方吧 它只要是有一方在中国境内 但是如果它是境外单位或个人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 也是叫完全在境外的服务 是吧 那我们的接受方可能是中国的买方 但是呢 卖方它是境外的服务 完全都在境外 这种情况下呢 你签订的那个应税凭证 是不需要交我们的一会儿税的 而这种情况下 你签订的凭证 所涉及到的这个服务收入 也不需要交我们的增值税的 不过企业所得税呢 它是以劳务的发生地啊 这种说法 那就意味着 这种完全在境外的服务 也是不需要交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的 所以在表述上 可能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印花税是有差别的 但是我们从理解上来讲呢 要找出来他们的共性 只是表述上有差别是吧 实质的内涵上大部分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提一下的 那就是印花税 它是在我国境内 疏离领受应税凭证 有这种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交 但是有一些呢 它这个凭证的范围 就不是咱们说的应税凭证 所以下列勤兵的凭证 就不属于应税凭证 所以拿到了这样的 疏离了这样的 它是不需要交印花税的 比如说是法院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 仲裁文书 它实际上呢 都是是吧 以及监察文书 它们有共同的这种特点 是吧 它都是法律性的文件 另外就是现以上人民政府 以及所属部门授权的 是吧 或者征用或者收回 或者补偿安置这个房地产 疏离的合同协议 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啊 那就是法律上的 或者说是行政上的 以及叫总分公司 分分公司 它们之间疏离的 作为执行计划的 那本身总分公司是吧 它是一个法人 因此分公司呢 它没有经过授权 本身它就没有啊 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那它们这样内部的执行计划 它们都不属于英税屏障啊 所以这些是不属于啊 不属于这个印还税征税范围的 好的 那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 还是印还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我们现在呢 把纳税人的表述来做一个小的练习 咱们看看哪些是正确的 好 选项A是借款合同当中的 担保人 那我们说保人证人 鉴定人 他都不是英税凭证的 直接权利义务人 这个不叫约花税 好 B选项 那就是采用委托贷款方式 梳立的借款合同 委托人 那咱们刚才给大家画了 是吧 委托人是谁啊 委托人就一开始有钱的那方 那他委托银行 把钱呢 借给这个借款人 所以这个时候 签借款合同的是 那个金融企业和真正的借款人 所以委托人啊 他们不是借款合同的 印花税纳税人 好 那我们来看C选项 按照买卖合同 缴纳印花税的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售人啊 产权人和买售人中间的应该是拍卖公司 拍卖公司 他们不是印花税在叫做买卖合同上的纳税人 那这个真正的纳税人呢 那就是一方的卖一方的买啊 所以他们是买卖合同的纳税人 哎 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正确的 好 第一选项 那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 作为纳税人啊 是双方里面的一方单方 哪一方呢 那我们说出让方就是卖方嘛 所以这个在纳税人的表述当中正确的就是C和D选项 好的 那关于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知道了印花税的纳税人 下面来看一个特别重要的就出现了 印花税的税募税率 那作为印花税的税募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书利的应税凭证 那这个税募 是吧 应税凭证在印花税法当中呢 所列到的一共是我们叫四大类 是吧 有合同类 有产权转移数据类 还有营业账簿和证券交易 这个地方想提一下的 那就是我们原来在印花税条例里面 它也是四大类 是吧 也是四大类 那和现在这四大类呢 不太一样 以前是这个地方 叫做证券交易证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税募 而我们以前有个单独的税募 叫权利许可征兆 像什么工商执照啊 这个房产证啊 它五块钱是吧 要贴印花税票的 那么现在它已经不是营税屏障了啊 所以这个四大类是吧 没变数量没变 但是呢 内容是有变化的 那么现在呢 证券交易是单独的一个了 那在原来的 是吧 原来的也是四大类啊 多少个呢 是十三个 应税 这个屏障 十三个里面 合同类呢 原来是十个 现在是十一个啊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合同当中 并不是说 又对什么新的合同 交了易换税了 而是把原来交易换税的 像 叫融资租赁合同 搁在借款合同里 现在把它给单独的拿出来了啊 所以呢 在有关易换税的合同啊 这个十一个里 以后具体来看是吧 另外产权转移书据啊 咱们现在呢 是给它具体的分为了 四个具体的税务 营业账簿啊 当中呢 也是有变化的 是吧 这个变化呢 那就是原来的营业账簿 包括记载资金的和其他 现在呢 我们其他 那就是啊 这个记载资金以外的 一本啊 五块钱的那个 印换税的那个没有了啊 所以呢 印换税现在就是 记载资金的这个账簿 为交印换税的营业账簿 所以现在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是四大类 确切的说是十 十七个营税凭证 对吧 原来呢 是四大类 十三个 好 那在具体的这个内容上 咱们一会儿会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好 那这些系的要求中 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的说 印换税它是叫做啊 应税这个凭证为列举法 这个列举法 像我们前面消费税 是吧 应税的消费品 这个是列举出来的 没有列举 它就不交消费税 像咱们的 环境保护税 是吧 列举的四大类 叫做应税污染物 这都是列举的 那么在印换税法当中 咱们列举的 刚才说四大类 一共是十七个 十七种是吧 应税凭证 它也是列举的 所以列举的就要征税 不列举的就应该不征税 那我们在这就提一下 这个列举的 你比如说 电网和用户之间签订的 电网和用户之间签订的 这个就不属于 注意它是谁和谁 是吧 是电网和用户的 这个是不交印换税的 对吧 那如果说是电厂和电网之间 发电厂和电网之间的 以及呢 那就是电网和电网之间的 这实际上呢 他们都属于买电 卖电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因此 他们签的这个合同 是吧 买卖合同 实际上就是货物的买卖合同 那这样的是要交印换税的 只有电网和最终的这个用户之间的 它是不交印换税的 好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 叫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这个业务在增值税里咱们多次的提到过 是吧 它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你比如说咱们的假企业 假企业 它现在要把货卖给一企业 所以呢 它这是叫售 是吧 售 卖给一企业 但是呢 售完了以后它又回租 所以它又回租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业务当中的假企业啊 实际上是对已售货物的叫做 承租 是吧 承租人 那如果说是 这个 疑企业呢 啊 它是说是 相当于是货物的出租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它是已经卖了又租回来 这不是为了卖 那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 假企业 以这个货物相当于是抵押物来进行融资呢 因此咱们的卖不按照买卖合同 那咱们的租不按照租赁合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说在承租人和出租人这 它是所签订的合同 包括啊 这个买卖 实际上这个会计上也不做销售 是吧 税法上也不认为 你这个从假到已这 是属于销售货物啊 它不交增值税的 因此这个买卖合同 是不成立的 不是真实的买卖 所以不按买卖合同 那同时呢 这个回租啊 它也不按租赁合同来交易还税 好的 那这是属于列举当中啊 咱们没有纳入列举范围的 不交易还税的 同时呢 也要提一下 那就是企业之间啊 它要是梳立了 有确定的买卖关系 有明确的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 但不叫合同 是什么呀 是订单 是吧 是这种要货单 是吧 这样的 相当于是单据 不是合同 但是它买卖关系非常的明确啊 权利义务呢 也非常的明确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适同买卖合同 它肯定是没有签 没有另外签买卖合同 是吧 那另外签买卖合同了 那就按买卖合同 但是没有签这样的明确买卖关系的 这种 以及明确双方买卖权利义务的单据 它也适同买卖合同 要交易还税 好的 那么印花税的这个应税的合同 是吧 应税的凭证 那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它的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规则了 应税的这个凭证啊 一共是有四大类 一共呢 应该是有17个具体的项目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四大类 那咱们教材上呢 也是给了大家这么一个税目表 是吧 只不过这个税目表呢 它就没有什么更细致的解释了 那我想今年的印花税在这部分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更细的解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按照咱们考试的要求来说一下 印花税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应税凭证叫合同 具体的来讲指的是书面的合同 那有多少个呢 有11个 那我们来看看 稍微具体点的要求都在备注里了啊 第一个我们叫借款合同 它非常明确一定是银行啊 这种金融机构 软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及呢 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啊 所以它得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 那如果说是借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呢 这个不叫借款合同 咱们不认为这是啊 这个金融业的借款合同 是吧 这也顶多就民间借贷 那不是借款合同 那要是属于金融业和金融业之间的呢 那个也不用交印花税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是一方为金融企业 另一方是非金融企业 他们之间的这个才叫借款合同呢 如果说双方都是金融企业 那叫同业拆借合同 不交印花税的 不算借款合同 那如果说双方都不是金融企业 他们签的也不叫借款合同 也不交印花税 那好 接下来要提到的融资租赁合同 以前呢 它是在借款合同里面 也是交印花税的 现在把它单独的拿出来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 那当然 以前交印花税的时候 它的税率是和借款合同一样 它在借款合同里面嘛 那么现在它分开了 但是它的税率和借款合同也一样 一会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三个是买卖合同 以前我们把这个叫购销合同 那么现在我们说的买卖合同呢 是专指的叫动产的买卖 是吧 那如果说是这个不动产的呢 那以后我们在后面的产权转移数据里面能见到的 当然这样的买卖 那主要指的是这个 就是经营单位是吧 之间的 如果说是个人树立的啊 这种动产买卖合同是吧 和个人树立的 比如说我到商店里面去买了一个冰箱是吧 那这样呢啊 商店和我之间啊 实际上我们没有合同 实际上就是这个发票啊 那它适同合同 今后我作为消费者要维权 那我要有这个发票 那这样的 虽然它适同是一种是吧 权力啊 义务的一个凭证 但是它呢 是不需要交易换税的啊 另外 往下面是承揽合同 承揽合同是 加工以及承揽 这样的合同 另外呢就是建筑工程合同 是吧 跟施工有关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啊 我们是有总包 是吧 当然也可能施工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系统工程 里面有很多的项目呢 它是有分包有转包 这样呢 又立了合同 那还要交印花税 所以印花税 我们再次强调 它是行为税 你输立了合同了 那就是一种行为发生了 所以这个合同呢 它就有相应的权力义务关系了 那它就应该再交印花税 好 那我们的运输合同 要明确一下 那就是它指的是货物运输的 那有可能呢 它是属于叫做多市货物连运 是吧 那这种都是货物运输合同 但是不包括管道运输 注意 我们把不包括的都特别拿这种显著的颜色给大家标出来了 管道运输 它实际上确实也是这种运输了货物 比如运输了气体 是吧 但是呢 它不属于运输合同 它是不交印花税的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了 你为什么就单独说货运合同要交印花税 那要客运呢 那我们说在你的这个合同当中 有一方它是以人为标的物了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都不会涉及到交印花税 好 那我们接下来在合同类的这个应税凭证里面 是吧 刚才不是说11项吗 还有呢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它包含的范围比较广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以及技术服务 这都是属于技术合同 但是有一个特别要明确的 那就是在技术咨询当中 它这个合同要交印花税 因为它属于技术合同 但是有一类咨询 像会计的 法律的 审计的 是吧 今后我们要从事职业的啊 注册会计师工作 你要签的这些 这个和客户签的 那个是不是合同呢 可以说是 但是那个要不要交印花税呢 那不交啊 因为它不属于技术合同 它顶多是管理咨询 管理咨询不是技术咨询 那这样呢 它不交印花税 另外我们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 技术啊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跟咨询有关的 是吧 还有一个呢 是跟转让有关的 跟咨询有关的 不包括会计法律审计方面的 跟转让有关的 不包括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的转让数据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两个 它是按照产权转移数据交印花税 它不在这个技术合同的税募当中的 那税务不一样 当然我们后面的税率也是有差别的 好的 那在合同类当中 我们还涉及到了下面的合同叫租赁合同 这个租赁 包括动产租赁不动产租赁 签订的这个合同都叫租赁合同 另外 我们合同当中还涉及到的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 那以前呢 它是仓储保管合同是一个税募 什么现在给它分开了两个了 接下来就是财产保险合同 是吧 那这里面也特别明确 不包括再保险合同 那再保险合同 是吧 这个是保险合同 但是由于你一开始的初保合同 已经是按照这个保费全额都交了一块税了 所以再保合同是不交一块税的 那如果涉及到啊 标的物是以人是吧 人的健康 人的寿命啊 以人作为这个标的物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人寿保险合同肯定也不属于印花税的应税范围之内 好的 印花税的这个第一大类叫合同类 一共是11种啊 这个应税合同 我们就知道了都有什么 那么印花税的第二大类是产权转移数据 它里面包含了四个具体的这个税募 这四个呢 因为它是税务不一样 结果我们税率就有差别 所以得分着说啊 但是呢 前面的两个是吧 这是好记得 因为我们在前面啊 比如说讲这个啊 土地增值税啊 汽税的时候都涉及过啊 那就是不动产 不动产 土地和房屋 土地呢 那你要清楚 有两种形式 一种的是出让 是吧 一种呢 是土地守权的转让 那我们说这两种 都是要有这个数据 这种数据都是要交印花税的 我们非常明确是吧 同时呢 也明确啊 那就是出让转让当中的承受方都是要交汽税 是吧 那在这个出让转让当中呢 出让方不交土地增值税 转让方也要交土地增值税 但是呢 这里面啊 出让转让的数据都是要交印花税 好 那我们现在再提一下 就是房屋建筑物 是吧 它的转让 那这肯定是一个产权变更嘛 这是要交产权转移数据印花税的 所以这个一和二啊 是跟土地房屋是吧 有关系啊 当然土地那我们只能说是使用权 出让也好 转让也好 是吧 它是按产权转移数据 要是房屋呢 房屋使用权在刚才的租赁合同里 房屋只有产权转移 才是在产权转移数据当中 啊 这里面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这个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啊 不管是承包经营 还是本身的经营权转移 经营权的转移不在这个印花税的征税范围里面啊 那除了土地房屋以外 那我们这还提到了一个股权 是吧 股权啊 权益性的这种资产 那它要是转让 要有股权转让数据 那我们如果这个啊 是叫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是吧 股票呢 咱们给它单拿出来一个税目 叫证券交易了 好 那我们在产权转移数据中 还提到了啊 类似于像这种无形资产的产权进行转移 商标 这个专用权 著作权 什么专利权啊 专用技术使用权等等 好 那现在啊 我们的产权转移数据啊 整个是涉及到了四个税目 里面要是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的转让 这个叫做股权的转让 以及下面这些属于无形资产的转让 那注意转让是包括好多种具体形式的买卖 啊 是一种转让 那继承 土地房屋是吧 特别是啊 这个房产是吧 它有继承 赠予 那还有交换风格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转让的大的范围之内的 好的 在税目当中 四大类 那我们还有第三大类是营业账簿 那这个主要指的就是记载资金的 确切的说这个资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有者权益当中 那个资本金 包括实收资本科目和股本科目所记录的 以及呢 资本公积啊 它是比照着资本金来的 那这样的才叫做记载资金的账簿 如果说是他们以外的 称之为其他账簿 其他账簿现在是不交印花税了 印花税法之前的条例啊 这个其他账簿也交印花税 好 最后是第四大类的税目叫做证券交易 只是交易性的这个股票的 好的 那欢迎印花税税务 它肯定是一个考试中的重点 好 尤其是我们2022年的7月1号 印花税呢 实施了这个印花税法 是吧 我们今年教材我第一次放进来 所以呢 印花税的税务 那我们一定是作为选择题 必须掌握的 下面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 问你哪些是属于印花税的印税凭证 好 提到了保险合同里面的再保险 特地说不属于 好 运输合同里提到了管道运输啊 这都是咱们刚才特地提到的 不属于的 融资租赁合同 这现在是一个单独的啊 合同类的啊 它属于同业拆借合同 借款合同属于 但是呢 它是属于这个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 如果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叫同业拆借 那这个不属于啊 借款合同 所以呢 这样的要属于的就是C选项 当然也可能有更加细致的 那就是问你啊 某一个这个大类的税务里面的具体内容 比如说下面这个问题 下类合同当中 谁是按照产权转移数据 是吧 就按照这个大类 第二大类啊 来交印花税的呢 好 那我们A选项 股权转让 没错 要是股票的话 那就得单独坐在证券交易里了啊 商品房销售 房屋的买卖是吧 这肯定是产权转移数据 另外 专有技术使用权的转让 那专有技术啊 这种无形资产是吧 它的转让 这是产权转移数据 呃 最后是技术转让合同 那它也带了个转让 但是呢 它是属于技术合同啊 技术合同里包括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啊 所以这里面的递选项以外 其他的都属于产权转移数据 这个税务啊 好 有了应换税的这个税务了 那我们知道它是哪一类税务了 那当然对应的呢 那就有这个税务所对应的税率了 所以咱们的税率是跟税务对应的 那这点呢 和我们前面在列举纳税的税种当中 像消费税啊 像资源税 像环境保护税 它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啊 所以先画清楚税务啊 包括我们个人所得税也是这样啊 先画清楚税务 然后才能够知道它对应的税率 好 应换税的税率呢 是普遍比较低的啊 因此它从千分之一最高 是吧 到万分之零点五 这是最低的 但是它普遍来讲比较低 那它实行的是什么呢 现在是比例税率了 在我们应换税条例的时候 是有比例有定额 定额就是一件或者一本五块钱 那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现在只有比例税率 而这个比例是千分之万分之 所以我们说它整体的税率 水平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现在给了大家这么一个表 那就列出来了 应换税目前呢 这个五档税率 五档税率 它所对应的应税凭证 这些税务是什么 从总的情况来看 是不需要记的啊 那我们以往呢 可以说近五年考试中 印花税考题里 涉及到计算都给了你税率了 不过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我们还是应该清楚一下 比如说咱们最低的这个万分之零点五的 适用于谁呢 借款合同 那其实原来就是它是最低的啊 因为它那个这个基数大 相当于它的基数依据大 另外融资租赁合同啊 原来和借款合同是一个税务 现在分开了 但是税率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万分之五的 那它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产权转移数据 而且刚才产权转移数据我们说呢 它是有四个具体的税务 其中前三个都是按照万分之五啊 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啊 房地产转让 以及股权转让 这都是万分之五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常用的 这个万分之五 那至于说万分之三的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是买卖合同啊 这个货物的是吧 动产的买卖 那另外呢 就是比较常用的像运输合同是吧 它也是万分之三 还有就是这个叫做 产权转移数据当中的第四个税务 它跟前三个不一样 前三个万分之五 这是万分之三啊 那就是涉及到商标权 著作权 专利权啊 这些类似于有点像无形资产转移啊 它的这个产权转移数据啊 它税率要低一些 好 那我们还有用万分之二点五的啊 是营业账簿是吧 记载十收资本 资本攻击的 以及千分之一的啊 用的最多的 就这个租赁合同 它的税率稍微高点 是千分之一 是吧 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证券交易 它是千分之一的 这样呢 具体的税率是多少 不需要大家是对号入座 一个一个都记下来 那我们说这个有对应的税务和税率的 我们主要要求的就是在个人所的税里面 这个必须要清楚 其他的啊 印花税 这个资源税啊 环境保护税 我们都没有要求说给你记税率 但是一定要清楚 就是他的税务和税率形式的对应关系 好的 那关于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印花税 纳税人税务和税率 非常重要 每一个都重要 特别是纳税人和印花税的这个应税凭证税务